三大根其中一间最古老的庙宇 三圣宫 拥有一百二十多年历史的庙宇 是由最初南来的广府 潮州 客家级海南四个籍贯的华人 何思而筹建的 1887年 就建这间县 那时候就有来就有 以前就有很多 在中国过来 过菲律宾独吃的那些唐人 暂居这里 那时候有那么多女店 暂居这隔离的户馆 他们就要等船来到三大根 正坐那些船 没有机器的 就去菲律宾做事做工 其中有一些就回乡 找到针池 回乡路径此地 他就发达找到针池 送回那些牌典给三圣宫 那些牌典是他们那时候来到的 就找到针池 过来就给回那牌 送到牌典三圣宫 是因为庙里供奉着文昌帝君 五圣帝关云长 以及妈祖娘娘三位主要神明 这些从中国元香带来的信仰 百年来成为了带带三大根 华人的精神寄托之一 这边这位就是文昌 文昌以前是一个寿采 一个中国 所以读书的人多数来拜 还有我们这位洪夫主 跟着中间这位就是天后 我们这个主神在这里就是天后 跟着就关帝 你知道关帝就忠义了 山大根的另一个百年古迹 是这间位于北路一里半的 谭公圣祖庙 谭公圣祖庙于1876年 由客家人创建 和历经百年风霜的三圣宫一样 印证了华人先辈 早年落脚山大根的足迹 以前他那个 那个 那个 廖葵啊 他在中国来 来这边他已经带来了 带来这边 有 起瓜有 有学校的嘛 他有一间小小的屋啊 在 在 在 外面 相坐 他时常在那边拜的 那个老人家 拜一次到后来 他做一件 做一件好像谭公 他放进去 那个老百姓啊 那 彤彤啊 现在 信仪啊 就在那边拜了 一直到现在了 谭公是客家人的信仰 庙内供奉的主神为谭小 十二岁就得到 十二岁就得到 信仰们相信 他就时常对我们讲了 他就时常对我们讲了 中华商会接班 中华中华中学 是属于中华商会的 后来马来西亚我也忘记是 我们的前任教育部长 那时候 那时候好像 我们上位就把这个 中华中学 教会给 教育部 教会给教育部之后 然后就由中 教育部管制 这个 这个中华中学 但是 学校一些的开支 一些部府的那个 费用 全部由中华商会来支助 山大根华人的办学精神 让人肃然起敬 中华中学创校至今 多年来 都是靠华社队教育的鼎烈支持 而发展成现有的规模 山大根有十间发小 有这间过敏性中学 还有一间独中 每一年你看就是因为 这些华小 过敏性中学 都是社会政府的 正贴学校 他们只是出粮给老师而已 是不是 可是一切的那种费用 维修啊 建筑啊 矿建啊 全部都是我们 由那个董事部 来找钱的 而这种董事部 就是要出外捐钱 而捐钱的就差不多是100% 100%是从华裔 建来的 所以在山大根来讲 我敢说是如果在 整个马来西亚了 我相信山大根是其中的一个 对这种滑销推动 这种意愿啊 非常非常的强烈 所以这一点是 其实我们的华人的一个 真正是一个交往老师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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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